欢迎来到保险新手村 准备好逃离密室寻找宝石了吗 Ready go 新手爸妈投保要注意什么啊 在开心迎接宝贝的到来规划保障时 应先思考宝贝的尿布奶粉前 教育金家中的房贷是谁付的呢 孩子最大的依靠就是父母 万一爸妈不在身边或是因为意外 离病时去工作收入 宝贝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 怎么那怎么可以 所以啊 在规划宝贝保障前 要注意自己才是宝贝的保障来源 因此应该要先检视自己的保障足不足够 尤其家中的经济支柱 更应优先拉高受险保障 像便额万能受险就是很好的选择哦 可以依照生涯阶段随时调整保障额度 宝儿可以以宝贝出生到成年所需要的教育金 生活费等作为估算基准 同时检视是否有投保重大疾病险 长照险保障额度够不够 这样即时发生风险 才会有一笔究极金 让宝贝顺利涨大哦